当一款新手机刚退出的时候 价格也是最高的价 过了一段时间价格就会下降一些 等最新款的退出 最显得就会有个价格的大掉水 但是宝马武藏伶俐似乎就完蛋了出牌 它的新款价比老款便宜 便宜的还不迟几百几千 而是二十万元 这让很多人看不明白为什么 尤其是那些买了老款消费者 更是大呼宝马这玩的是哪一套啊 而且这款车还是插电混合动力版的 降价后它的售价跳水到了49万 再加上国家对新型机车的补贴 它价格还会再低 甚至就要和它的燃油版价格之平了 莫不是这款车在在缺陷 宝马急于将其出手 弄弄宝马一致原来的配方 原来的味道 这款530L的配置 比530混合码的配置还要高出一个档次 甚至在某些方面 已经和540是一样的了 在外观上 530L和老款并没有在大区别 都是增加一些更为现代元素 如经济格栅用的双绳造型的设计 在经济格栅上增加了蓝色织条 显得更为现代时尚可求的十足 它的前置 LED的大灯 比老款显得更大 进行了横向拉扇的设计 总体上不细感 还真看不出太大变化 内部依然沿用的武器车的清单布局 没有做它的改动 不过根据它的插电混动这一颗点 新增了混合动力动态显示 在娱乐上 配置了高温的Vores and Verkins 钻石环绕影响 坐于一辆豪车 前驾程体验也是相当舒适的 后部架的空间配有太公正 真的比较太舒服了 怎样 这样的价格 这样的配置 有没有行动呢 相信我们消费者 请做好图画送的打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算